城镇化也就意味着每年会有一千多万的农民转移到这个城市里面 然后公共服务就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量可能会增加至少增加十万亿 您觉得大家都会觉得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您觉得在中国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时候 有这个必要是一个必然吗 还是一个必要就是有这种成本的投资和 那它的收益会是什么样的 城市化或是城镇化 它的那个内容当然是很丰富 它背景当然很复杂 但它的定义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国家有多少公民进入这个城市 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 那么所谓的城市的生活状态跟这个农村或是相交相比 当然第一个它的物质条件 它物理的条件不一样 我们都住在高楼大厦里面 另外一个社会为你提供的这个公共的服务 跟我们在相交基本上是自理的这种情况 或者是比较低等的社会服务也有一个天壤之别 那么中国应不应该城市化 或者是应不应该城镇化 或者如何推进这个过程 其实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非经济性的 或者主要不是经济性的 是一个社会跟道德的问题 是因为人是生而平等的 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我们应该理解为 不管你的出身是如何 你人应该是平等 但尤其是在中国比较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农民工进城了以后 他们的后代 现在已经是第二代 甚至是第三代 我们中国这个所谓的非城市居民 就是农民 简单来讲 他们的身份从来不是一种 自然划分的经济身份 他们从来都只是沿袭着 你父母是什么身份 你就是什么 甚至现在更严重的是 言行你的祖父母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坦白讲 这个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 或者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温床 因为我们从一个人出生 甚至他父亲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定义 他能够享受到的社会福利 跟我们城市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倒不是效不效益 而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因为如果同样是两个人 如果他的社会条件得到的是不一样 简单来讲 就是医疗 这个住房 这个教育 各方面等等等等 都是不一样的条件的时候 他在这个经济体里面 他的竞争力 他能够拿到的薪水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不是我们要城镇化 或要城市化 从事推进我们的经济 而是原来在这种人为的 不能够城镇化的过程里面 被剥削的农民工或相关的人等 他们应该得到 他们应有的尊严之余 他们应该得到的经济待遇 也要补偿给他们 是 另外一点 我们看到这一次城镇化的 这个规划中有几大亮点 一个就是以人为核心 他是这样提的 那让我们提到了 在随着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 大家都在追求一些精神文化 上面的提高 那您觉得在人文这方面的建设中 怎么在城镇化中 能够运用的更好 而不是我们只是把这个农村 变成了城市 或者把这些农民建造城市 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经济发展而已 怎么让提高这些农民的软实力 他们的文明程度 他们的文化程度 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 我觉得从三方面讲吧 第一个就是 这个文件本身很独特 就是我们中国从来重大的 一些文件 或者是这个改革的方向 都是直接跟经济有关的 我不是说这个跟经济完全没有关系 但它的核心的理念 从以人为本下面的几个分支 比如说我们要重视环保 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质量 我们甚至要重视文化的传承等等 其实讲的都是 我们城市不只是一个生产的机器 它同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载体 我们这样定义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城市里面 新的城镇化里面 我们有新的更好的生活 这个我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 是把握住了这一波的 就是全球的城市化 城镇化里面 对于城市它最重要的功能 跟它在我们社会的价值 主要是一个生活 而不是生产的这个功能 那当然第二点 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是 从来我们去考核 不同层级的官员 如果是用一个经济的取向的话 很容易提出某些数字 顶多我们可以去质疑 这些统计的数据是否可信 有多可信 但基本上去靠这些数字 是可以得到的一个 怎么样 恒功良直的一个作用 但是像刚才提到的 这些跟文化 跟生活 跟社会相关的 就不是这么简单 用数据 用指标 可以把它给盖过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问题 但第三的就是说 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的 来生活 坦白的讲 是某个程度上是 像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的 这个资源再分配的问题 会触动不同人的利益 对于社会的中上阶层来讲 或者是他们的 得到的好处会比较多 因为他们可以选择的劳动力 可以更丰沛 但对于这个社会的中下层 尤其是最下层来讲 坦白讲有可能他们的资源 是会被分薄掉的 那这个利益怎么样平衡 就很靠我们的这个 整个政治的体系 社会管理的这个体制 能不能够随着 这种城镇化的改变而改变 因为我们考验一个更大城市 它的政府 它的管制的能力 它有可能不是从等比的 也就是说 我们管制像香港这种 六七百万人的城市 是一种难度 如果我们要管理 更大的城市的话 它的这个难度 可能是几何这样去上升的 是 所以新城镇化的建设 也牵扯到了很多 方方面面巨大的体系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 大家都关心的 比如说他现在这一次说 要放一些市政债的问题 大家都会担心 会不会让这个地方 债务问题更加的加剧 还有刚才你所说的 可能会分配掉一些 城市中下层的 这些人的资源的问题 您觉得城镇化 未来的发展 您是否看好 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心 和它的这个方向 首先呢 这个我们在西方 或者是亚非拉国家 城市化的过程里面呢 它其实衍生的 这个社会问题 包括很严重的经济 跟治安问题 其实是很常见的 那么中国地方政府的 这个债务问题呢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 税制分配不供问题 有很多好的企业 很多容易收的税 基本上都上缴中央了 怎么样去平衡 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蛮多的篇幅 是提到包括这个户籍制度的 相应的改变 我们这个税制相应的改变 包括房产税啦等等 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在这个相关的议题方面吧 就是城镇化 跟它相关的配套的 包括税制啊 各个方面的改革呢 其实中央政府呢 它的视野还是比较宽的 它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 还是比较准确的 问题就是落到地方的时候 它这些资源的使用 包括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是不是像中央 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想得这么美好呢 这个落差呢 我们就要注意了 嗯